歡迎收看,我是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要來整理幾何的知識 是有關於面積 我們在前面的幾集討論過這個 怎麼樣會有等線段長 怎麼樣會有線段乘比例 怎麼樣會有等角 那我們這一集來介紹怎麼樣會有 等面積和面積乘比例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等面積就是面積乘1比1嘛 那當然你說等線段跟線段乘比例也是一樣的事情 OK,是啦,但是就是因為內容多嘛 所以參加兩個部分討論 那在這裡呢,我們把等面積跟面積乘比例合在一起討論 怎麼樣會有面積乘比例呢 那我當我講到面積乘比例 你應該要能夠很快速的想到一些什麼 想到一些什麼 比如說 相似型,相似型怎麼樣 相似型的面積跟 面積比呢 是邊長比的平方 面積比是邊長平方比 好,那如果是什麼 我們還學過這個 面積乘比例的 同底 或者 等高嘛 對不對 好,如果我們有同底或等高 那等高的話面積比就是底的比 那這個我們在 之前反覆的一直在跟大家交 就是怕大家沒有不熟 或者是不懂 如果是同底的話面積比是高的比 那如果是等高的話面積比是底的比 寫清楚一點 可以嗎 面積比是底的比 那這個是等高 那你要注意 就是很多很多學生 在學的過程中 就沒有清楚的 分辨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很容易就會 這種 怎麼講 你也不能說跳躍式思考 這樣講太正面了 其實就下猜 他就是看到說 2比3 2比3 4比9 他其實根本沒有在管 這個2比3是什麼 那所以說老師在教的時候 在帶學生認識題目的時候 就是要一步一步推論 不要讓學生去記結論而已 要不然記了結論就會開始用錯 因為你看上面這個是有平方 下面這個是明平方 我忘了平方 對這個不用平方 其實都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是你到底有沒有想清楚 那來看這個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情況 會讓我們取得面積比呢 其實後面我們要介紹的幾種情形 大部分也都跟相似型可能有一點點關係 或者是跟 童笛等高有一點點關係 比如說什麼呢 好 畫在旁邊 比如說我們有看到一個情況 是這樣子的 沒關係 把它當第三個 大家還記不記得 如果是T型的話 我們之前講說 我們很少看到 童笛等 童笛的問題 其實在這裡就有 就是童笛又等高面積會一樣 在T型裡面 因為這個是平行的 所以 這個三角形 綠色三角形 跟 橘色三角形 的面積會一樣 大家還記得吧 對不對 好 那因為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會一樣 這一個 和這一個三角形的面積會一樣 那 所以說呢 如果同時扣掉底下 我們就會得出左邊這個三角形 會等於右邊這個三角形 這樣子的結論 對不對 這樣就等面積 那除了在這裡有等面積之外呢 我們還會看到就是 平行四邊形 尤其是 包括 矩形也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 你在它的一邊上 任意的取一點 這樣子連過來 那連起來之後呢 這一塊面積會跟這兩塊合起來一樣 因為這一塊面積是底層高 除二 整塊是底層高 不用除二 所以就是 這樣就有面積一樣 好 那我們還有看到怎麼樣的時候 面積會一樣呢 包括像全等 我們剛剛上面起了一項事情 全等 這樣子也會有面積一樣 所以這三個情況 我們把它並列在一起 雖然是 不一樣的內容 算了 把全等拿下來 上面這兩個比較接近 這是 同底等高的範例 下面 全等列為第四點好了 全等的話 也會有 這個面積相同的時候 那我們還有最後一點 就是說 怎麼樣情況下還會有 這個面積相等或乘比例呢 那一樣 就是跟我們前面在介紹 那個線段長 或者是角度一樣 我們最後一點總是這個 不要忘記它其實也很重要 摺疊 摺疊 旋轉 如果你是摺疊或旋轉 那你的面積當然就會一樣 對不對 或者怎麼樣 放大縮小 那其實放大縮小就是相似型 一個不管是什麼圖形 然後說它放大幾倍 那它其實就是變相似型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同底等高 那我們在前面其實也很快的有複習到 怎麼樣去判斷是同底還是等高 那那個時候我們說 你要去判斷是同底還是等高的方式 就是 如果你認為是同底的話 找看看它的高 比例你找不找得到 如果你認為它是等高的話 找看看它的比 底 比例你找不找得到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跟你說這段比這段是2比3的話 好 那這樣子 A B C 和B C D 的面積幾比幾 好 那因為我們不久前才又複習了一次 所以這裡你應該可以很快 很快的告訴我是 5比2 對 5比3 5比3 對不對 好 那就是說我要用同底還是等高 來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關鍵就是在於說 我如果要說你是同底 A B C 和B C 好 對不對 ABC的高在這裡 BCD的高在這裡 我不知道幾比幾 OK 那就算了 那就說你是等高的話呢 怎麼樣算等高 我們在這裡再說一次 怎麼樣算等高呢 底在同一直線上 而且頂點相同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看有沒有 這裡 如果這個三角形 認明一下 如果 這個三角形 跟大深角形 ABC來看 BCD有 BD邊 ABC有 B邊 他們在同一條直線上 然後共用對面的這個頂點 好 那他就有等高 他們高都是這一條 都是這一條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等高 那麼他們面積比就是底的比 好 那如果你 我剛剛說怎麼樣 會算等高 如果你可以馬上的想到 甚至說完整 說得有條理的這樣說出來 那當然很好 如果你沒有想到 你還是有點模糊 而你上一次我寫下這句話說 你沒有操的話 那其實你現在應該把它操成本上 操筆機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好 好 舉例來說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這個三角形 ABC呢 他說這邊比這邊是3比7 這邊比這邊是4比5 那這樣子的話 他問你說 BDE的面積比ABC的面積會是幾比幾 那這個問題呢 就同時要利用到我們前面學到的一些知識 首先呢 你要知道說 如果我要從小的三角形比到大的三角形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講 小的三角形跟大的三角形 沒有直接同底等高或相似型 所以你去找一個有包含BDE 又被ABC包含的 那甚至你可能 我們可能要比很多層 所以即便他沒有被ABC包含也沒有關係 但是他要包含BDE 然後比他大 因為我們要從小的往大的擴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找的是 比如說 ABE 那你找到三角形ABE的時候呢 好 BDE比ABE BDE BDE比ABE是 他們是等高 對不對 剛剛的講法裡面 他們底在同一條線上 共用頂點1 所以他的 面積比是 底的比是4比9 所以BDE是9分之4的三角形ABE 你寫比也可以 我把它寫成倍數 那ABE跟ABC有沒有同底或等高 那你這麼看的話 你就會看出來 有 他們一樣 底在這邊 然後頂點是共用這個 所以 ABE 是 3比10 所以他是十分之三個三角形ABC 所以三角形BDE 其實是 四分之九乘十分之三 九分之四 乘十分之三個 所以是十五分之二 三角形ABC 那麼所以他最後問你比 你可以再把它畫成比 2比15 可以嗎 又比如說這一題 這一題 也是我們之前從講過的 講過的題目 我剛那題其實以前都教過 那我們這裡 這連續的幾集 其實比較像是在複習 所以如果你聽起來 覺得有一點跟不上的話 那麼你應該回去尋找 不管是幾盒 在這個 國二 國二上 最後面 國二上後半段 或者是 這個三角形全等 也是在國二上後半段 或者是 國二下的是這個 相似型 然後 這個 面積 面積 反正就是在那一代 就在幾盒的那一代 突然今天忘了在哪一張 對 你應該回去看 這個 幾盒啊 相似型啊 相似型比面積 然後 這個應該也是在國二上後面 幾盒推論的部分 所以說 來看這裡 像這樣的問題 他說這裡有一個矩形3比4 然後這裡做對角線 然後這個做直角 然後問你 夾比以 這兩塊的面積比 然後幫你標了A跟B 其實就是說你可以去求A跟B的比例 那在這裡呢 我們看到的這個是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曲高 就是所謂的子母定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會符合 你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是相似 所以3比4的話 這裡也是3比4 然後這裡也是3比4 所以A比X比B 是3比4 然後3比4 所以是9比12比16 所以A比B 是9比16 這個 我們前面複習也講過了 所以在之前又教過了 所以我就講快一點 那這裡比這裡 既然是9比16的話 加B呢 要注意喔 這個三角形 然後一條平行線 這個三角形跟整個三角形是相似型 相似型的面積是 鞭長平方比 所以其實 這一塊甲的這一塊比上 大的這一塊 甲乙合起來的這一塊 這兩塊比起來呢 應該是9的平方和16的平方 不對 不對 跟正好 小的是16嘛 那整條是25 所以它應該是16平方比25平方 所以其實是 這個256比625 可以嗎 這個三角形跟大的整個三角形 我們寫甲乙這樣子 那它其實應該是16的平 16的平方比 16的平方比25的平方 所以是256比上25平方是625 那如果你要說甲比乙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個其實就甲加乙嘛 所以把625減掉256 那這樣子比起來的話 其實應該是 256比 6255減掉256是多少 6 3 369 喔這麼漂亮 157 6 6 對眼 可以嗎 所以這是這一題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喔 矩形3比4 對角線做垂直線 然後再做平行線 這樣這兩塊 比起來數字竟然這麼醜 那想不到吧 這個3比4 3比4 3比4 9比12 16 9比16 16比25 的平方 再減掉 好 下面這裡 看起來很像的這個三角形 但是跟上面不一樣 上面是把它做垂線 那我們這裡是做角平分線過來 這裡切A跟B 那這裡用的是這個 內分比性值 所以A比B其實就是3比4 那這個相對來說就簡單 一樣 甲比上整塊大三角形 是 4比7 所以甲比 更正 4比7的平方 所以是16比49 所以是 甲比是16 比上49 減16 33 可以嗎 OK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 下一堂課我們來介紹這個 輔助線要怎麼拉這件事情 但這個是 蠻多學生好奇的 就是看老師在做 在解題目的時候 很快就是這裡來切這條輔助線 像我們剛剛 這裡來切這條輔助線 欸 那老師你怎麼知道切這條輔助線 那當然我都會講解啦 就是說你要想到要做什麼做什麼 可是 我們要怎麼開始呢 那 下一集透過一些我們已經學過的立體 來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要請你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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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